今天我們接著來看一下華為P50系列的一些最新洩露 在上一次的洩露中 VOICE首次公開放出了P50系列的圖像 不過其僅可見屏幕正面採用居中挖孔屏幕設計 而現在VOICE再次放出了華為P50系列的最終設計圖像 屏幕同樣為居中挖孔 P50為直面屏、P50 Pro和P50 Pro Plus為曲面屏 最讓人眼前一亮之是後置鏡頭的新設計 這次華為開展了大膽的嘗試 在機身背部左上角擁有一個巨大的圓角巨型設計模組 其內部擁有兩個較大的圓形設計 根據猜測,如此大的模組設計 想必一定是用來放置更大尺寸的傳感器 在之前有洩露人士就爆料了華為P50系列 可能會使用AM1800圖像傳感器 它的底擁有1英寸大小 如此看來華為P50系列後置模組的新設計 可能與1英寸的AM1800圖像傳感器有一定的關係 現在我們僅可看到華為P50系列的一個 初步鏡頭模組設計僅為兩個巨大的圓形 也可以想像一下在內部也可能會容納更多的鏡頭 甚至包括超廣角、潛望式、3DTOF鏡頭等 在華為的產品系列中 華為P系列通常展示強大的攝影功能 而Mate系列則更重於業務和生產功能 由此可見,這次P50系列攝影方面又有了新特色 影像方面將提升巨大 另外在洩露圖像中,我們還可見一些更多的細節 如圖像所示,該設計使用了曲面屏 這其為華為P50 Pro 而P50則為直面屏 在華為P50 Pro的手機頂端和底部 它們是平整的,沒有3.5mm耳機插孔 在頂端還可看到一個紅尾發射器 同時我們還可看到該設計擁有玻璃背板和金屬邊框 這是華為高端旗艦歷來都會標配的設計 格局之前的報導 華為P50 Pro還將會提供一塊6.6英寸的屏幕 擁有微曲面挖孔屏,支持120Hz刷新率 屏幕識別框非常窄,相比之下又有更高的屏佔比 與此同時,現在洩露人士還表示 華為P50系列將是一次帶來的巨大升級 該系列的亮點包括屏幕質量、全新的遊戲功能 超強的後置鏡頭系統 其中,傳感器上華為將獲得新的RWiWiB綠光模塊 因此華為公司可能會將這項技術 用於華為P50系列的超級感光後置攝像頭系統 最後關於華為P50系列發布時間 有傳言稱,或將於4月17日正式發布 不過該消息還需進一步證實 以上就是本期說的內容 歡迎在下方交流互動與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